现在是1月25号凌晨一点半 也就是大年初一 我到这个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发热门诊来看一看 因为昨天晚上应该是有一些人 是在这个医院里面过的春节 不知道这会儿能不能遇到他们 这是武汉市急救中心 呼扫路急救站 急救站里边我们就不进去了 就打人去工作 急站的门口 垃圾堆上扔的全都是口罩 还有废弃的防护服 因为这东西不是能冲过眼睛传播吗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游泳眼镜过来 现在差不多是凌晨两点钟 然后里面依然很忙碌 好多病人都是在这个外边在接受治疗 在打一些针 医护人员全都是穿着这样的防护服的 这边就是发热门诊了 这个是急诊室 我现在不好意思去打扰人家 看样子是挺忙碌的 这几个应该是比较重的病人都在打针 地上呢还有一团呕吐物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吐的 一直都没被清理过 我这个破眼镜太容易起雾了 弄得我跟瞎子似的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是咳嗽的人越来越多 发热的人越来越多 我在汉口这边 现在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两点多 还有很多人在就着 想采访他们的 但是感觉人家都忙成这样了 我就别在这儿填乱了 能看一看就算不错了 感谢观看